1851年12月,太平天国的建立者洪秀全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组织结构,决定册封五位主要领导者。 其中,杨秀卿被封为东王,享有九千岁的尊号。 杨秀卿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高官,还实际掌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权和政权。 在这五位王中,东王杨秀卿的权力最为显赫,他有权节制西王、南王、北王和翼王。 几乎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经他手,使他成为了除洪秀卿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权力的集中往往伴随着危机的酝酿。 到了1856年8月,杨秀卿表演了一场天赋下凡。 要知道,洪秀卿以天赋的儿子自称,杨秀卿却自闭天赋,直接逼得洪秀卿将他册封为万岁。 这一事件显然超出了常规的政治操作,引起了内部的极大不满和猜疑,最终导致了1856年的天津事变。 杨秀卿也被不下杀死了。 长久以来,杨秀卿被历史记载为谋法的罪人,但直到有一封洪秀卿写的《死英国全权特使阿尔金照》,这一封信在英国的现身,才向诗人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甚至有学者看到这封信之后,感叹原来这事是一桩冤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洪秀卿,这位后来的天王,原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农家小子,说到他,不得不提他的科举路。 那时候想要身份地位翻个身,科举是最直接的路子。 可惜,运气似乎从来没站在洪秀卿这边,科举考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对一个满腔热血,梦想成为捍卫国家的状元的年轻人来说,这打击可不小。 失败,失望,怀疑,这些滋味全尝变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走进了他的生活。 他开始读《圣经》,接触大量的基督教思想。 那时候,洪秀卿的心境应该是极其复杂的。 最神奇的是,就在这段黑暗低谷的时期,洪秀卿做了个梦。 不是那种普通的醒来就忘的梦,而是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梦。 在梦里,他被告知是天选之子,要他起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 这不就像是突然有人把手里的命运之鉴递给他,告诉他你是救世主。 从那之后,洪秀全就变了。 他开始传教,四处宣讲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他的自信和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人跟随他。 1850年,这位曾经的农家子弟,终于在今天举起了反旗,建立了太平天国并自封天王。 不过,这太平天国虽然建立了,但是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接一个。 洪秀全在取得胜利之后,似乎忘记了初心,开始沉迷于女色和享乐。 而作为太平军真正的军政领袖,东王杨秀卿则越来越不满洪秀全。 东王杨秀卿本是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人物。 他曾是洪秀全最得力的助手,然而好景不长,东王府最终还是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不仅仅是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对教权的争夺。 教权这东西,在太平天国里可是比军政权都要重要。 洪秀全本人,还有他的异美红玄交,在女教徒中威望极高,这让杨秀卿想要掌握更多权力变得非常困难。 俗话说,树大招风。 杨秀卿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从一届书生到夺得太平天国的实权。 他的故事就像一部古装电视剧,令人叹为观止。 说到杨秀卿的崛起,那可是一波三折。 起初,他只是洪秀全创立的《败上地窖》中的一名成员, 但凭借其非凡的才智和军事才能,杨秀卿很快就在组织中展露头角,担任起了重要职责。 进驻南京之后,洪秀全似乎对政武没有太多兴趣,更多时间是在享受权力带来的乐趣。 而杨秀卿作为东王,他的作为却是越来越有野心。 他不仅仗着拥有天赋下凡的特异功能,开始向洪秀全发难,甚至在私下里。 杨秀卿对洪秀全的行为和态度充满了轻视。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权力的较量最终导致了一场悲剧。 《天经事变》,这个名字在太平天国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 1856年的某个夜晚,北王维昌辉在洪秀全的密令下,悄悄回到天津,包围了东王府。 杨秀卿及其家人遭到残忍杀害,连带着他的眷属部队也被一网打尽。 天津城内一时间血流成河,场面惨烈。 对于杨秀卿的死因,历史总是伴随着无尽的争论。 然而,直到一封收藏收藏在英国, 此英国全群特使《阿尔金照》曝光,才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有学者看了心中的内容之后,不禁感叹, 原来杨秀卿的死境是一桩冤案。 此英国全群特使《阿尔金照》,是由洪秀全在1858年所写。 信中,洪秀全竟表达了对杨秀卿死因的另一种解释, 称其实杨秀卿是被冤枉的。 在这封信中,洪秀全没有描绘杨秀卿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叛徒, 而是一个不幸的牺牲者。 信中部分内容如下, 也遣东王来赎兵,眼蒙耳龙口无声, 受了无尽的心斩,腰损破井跌横。 爷爷欲先将圣旨, 施由外出苦难轻, 七至朝贯遭陷害, 爷爷圣旨总成刑。 洪秀全提到, 天父派遣东王来到太平天国, 让他受尽苦难, 就是为了救赎所有的百姓。 只是七至朝贯遭陷害, 点出了杨秀卿是被小人所害。 小人,按照当时的情形, 指的就是北王为昌辉。 当时,北王为昌辉在杀害杨秀卿之后, 不顾洪秀全, 石打开的制止停止其行动, 而是将清算扩大到了杨秀卿的部下, 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人, 甚至包括与东王密切的翼王石打开的全家。 这一系列的屠杀行动, 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大量无辜者的死亡, 据报道, 死者达到了数万人。 维昌辉的这种残忍行径, 不仅违背了太平天国宣扬的 既着教义和道德原则, 也极大的伤害了人民的感情和信任。 这种无差别的屠杀, 使他迅速失去了民心, 许多原本知识或中立的天国成员和普通百姓, 都开始对他的残暴行为感到恐惧和厌恶。 随着事态的恶化, 洪秀权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 感到了对维昌辉行为的严重后果, 决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以防进一步的内乱。 于是, 洪秀权发布了诸维诏书, 公开宣布对维昌辉的不满和决定, 指责其背叛了天国的理念和目标, 将其贬为北奸, 并下令全国追捕。 维昌辉在感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后, 试图潜逃以躲避追捕。 然而, 由于他的暴行已经激起了广泛的公愤, 他在逃亡过程中很快就被天津的军民发现并逮捕。 洪秀权命令将他带回天津, 公开审判后, 维昌辉被除以疾刑, 肢解除死。 这是一种极为严厉的古代惩罚, 用以示警于众。 后来, 洪秀权还为杨秀卿进行了平反。 为了平反, 洪秀权将自己的儿子洪天佑过祭给东王, 立下东王升天节, 成为天国的重大节日之一。 而那封写给英国特使的信件的发现, 无疑是对当时权力斗争残酷性的一次反思。 让人不禁想问, 杨秀卿真的是因为谋反而被剿除的叛徒吗? 还是他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棋子, 最终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成为了牺牲品。 实际上, 洪秀权为杨秀卿平反的可能动机绝非泛泛而谈。 毕竟这个一度高高在上的天王, 何必在杨秀卿仪式上费尽心思呢? 洪秀权的内疚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昔日的亲信占有无端北珠, 这块心病可能一直营绕在洪秀权心头。 俗话说, 兄弟戏强, 外人欲武。 杨秀卿的趋势, 不仅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根基, 也让洪秀权对自己的选择深感疑虑。 再来看看杨秀卿在太平天国中的真实地位与贡献, 那可谓是非比寻常。 哪怕是抛开他的叛徒之名, 单看他对太平天国的勋迹与推动也不应被轻视。 杨秀卿麾下军队北征满战, 为太平天国的扩展立下汉马功劳。 更别说, 他在政治、军事上的聪明才智, 确实为太平天国贡献良多。 这样一个人物, 若非有过非凡的贡献与能力, 又怎会让洪秀权在他死后感到如此内疚呢? 然而,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一片片零散的记录中。 当初的权力斗争背后, 有太多的遗憾与反思。 这不仅是太平天国一个封闭政权的悲哀, 也是历史上权力游戏的一个缩影。 杨秀卿的案例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权力的游戏往往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忘却出心。 而权力斗争中的受害者, 往往是那些真正有能力, 有报复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洪秀权对杨秀卿的平凡, 或许也是一种对自己过往判断的否定, 一种对太平天国未来的深思。 他通过高举杨秀卿的贡献, 试图弥补过去的错误, 但这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权力的漩涡中即使是所谓的天王, 也有着无法摆脱的束缚和无法解决的矛盾。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见。